习近平朝鲜排施灵,三胖这态度,日媒,栗战书披露习真实心态,金正恩要求外务省工作人员,把焦点放在改善招美关系上,24日川普,突然取消国务卿蓬佩奥,本月访问朝鲜,的计划日媒此前披露,栗战书日前公开承认,习近平对朝鲜无可难和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 表示这种说法,很明显是中共在放风寒媒报道,金正恩最近只是工作焦点,放在改善招美关系上网笃然表示,朝鲜想和美国关系正常化,中共的朝鲜排,不像以前有效了中共高官,也表示俄国,朝鲜也被川普拉去了另外朝鲜媒体,于26日发文,趁美国策划要发动侵朝战争, Secretary Pompeo looks forward to going to North Korea in the near future, most likely after our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resolved. In the meantime, I would like to send my warmest regards and respect to Chairman Kim. In the meantime,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him soon. Donald J. Trump Adriel Donald Trump 2018年8月24日,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24日突然在推特上连发三推说,鉴于平壤方面,在拆除和设施上进展时缓,而中国与美国间贸易紧张状况,也没有改善国务卿蓬佩奥。 本月访问朝鲜的计划将取消,而蓬佩奥将来再访朝鲜即可能是在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解决之后。 I have asked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not to go to North Korea at this time, because I feel we are not making sufficient progress with respect to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Donald J. Trump Adriel Donald Trump 2018年8月24日其中在第二条推特中,川普抨击中共在该问题上的表现特朗普衬。 因为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我不认为他们在朝鲜去核问题上向从前一样帮忙。 Admission, Ally, because of our much tougher treating stance with China, I do not believe they are helping with the process of denuclearization, as they once were despite the assumptions which are in place. Donald J. Trump Adriel Donald Trump 2018年8月24日对此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篤然,表示,此前今三胖票的高川普,就将朝核问题放在首位。 不过与三胖会面,后现在朝鲜已经不会跳得像以前那么高了不会有原来的高度了。 这个时候中共要想再打朝鲜还就打不动了川普。 目前主攻的目标是中美贸易战。 栗战书放封日本富士电视台,8月3日报道,日前访问,中国大陆的日本众议院议员代表团得到了习近平得力助手。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的接见报道说,在谈及中方对朝政客时栗战书,令人意外地亲口表示与朝鲜政权很难相处。 不论是核武问题,还是日本人被绑架的事情,北京只要表达了不符合他,那意志的意见就会引起朝鲜极强的抵触情绪。 对此习近平都有些无可奈何,非常苦恼。 据中共官媒报道受力战书邀请,日本国会众议院议长大导李森,曾于7月23日至27日率团访问,中国大陆25日得到力战书的接见。 富士电视台报道称从中方表述可以看出,虽然中朝间在短短两个月内进行了三次首脑会谈,但北京在引导朝鲜政策上,依然效果有限。 每当朝核问题进展不顺利时,北京对朝鲜影响力有限,已经成了中共官方标准的推托说辞。 但主流看法认为,中共是朝鲜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后盾北京的对朝政策,对朝鲜的影响举足轻重。 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评论员网赌然,表示这种说法,很明显是中共在放风。 川普曾说习近平是高级玩家,实际上是批评习近平没有在朝鲜问题上有实质彻底的制裁,只是把朝鲜牌拿出来。 打进西北京,已经秘密打破多项对朝制裁决议。 中朝边境的贸易往来,再次出现繁荣景象,临近朝鲜的中国丹东市房价飙升。 金正恩也亲自视察了中朝边境的经济开发区。 外界分析,为了保住自己在东北亚的影响力,和牵制中美贸易战北京再次拉搂朝鲜。 而朝鲜则得以再次利用中美博弈两边要价捞取利益。 金正恩只是外交焦点,是改善招美关系。 图为4月20日金正恩在平壤举行的,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七届第三次全员会议上发言。 8月2日韩国媒体《北韩日报》报道,金正恩最近要求外务省工作人员,把所有外交工作的焦点,放在改善招美关系和构筑。 朝鲜半岛和平体制上31日朝鲜内部消息人士,表示10日金正恩委员长向外务省海外工作人员中央总会及讲席会发了书信。 书信的开头说,所有工作把重点放在改善招美关系的多方面交流问题和构筑朝鲜半岛和平体制。 而面向世界的正面突破型外交方式上据悉金正恩于6月初要求在海外工作的所有机构负责人到平壤集合。 此书信就是在这些海外负责人集体回国后发送的消息人士说, 党中央总会集讲席会是在平壤中区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大厦小会议室举行的。 出席会议的是在海外工作的大使馆外务省工作人员和国家保卫省海外反叹局成员。 据消息人士介绍书信题为,彻底坚持党弥贯的对外政策与根本立场,根据目前局势的要求采用新的外交能手,为祖国与人民倾尽使命,提出了党中央总会集讲席会。 上学习讨论的内容消息人士说,金委员长在书信上还要求, 虽然美国和日本及其尾随国家是我们的敌对国家,但是在国际社会上是不可无视的国家分析,各国的特点,有体系,的制定外交工作方向及任务。 据消息人士介绍,金委员长还强调说,加强合作改善跟中国及俄罗斯的关系,一贯推行我党在国际社会解决外交问题,的新的对外政策及战略。 王笃然表示,朝鲜希望两头通吃,也能和美国关系正常化穿金,会是有一定效果的,使朝鲜和美国可以在最顶层直接沟通就绕过了中共。 中共体制内,也有不少人是这种看法,高扎文博士说俄国,朝鲜也被拉去了。 高扎文最近演讲文稿提到,上星期时特朗普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在赫尔辛基举行了秘密会谈,这次秘密会谈只有两个总统,两个翻译没有外人。 这次会谈结束以后,很快西方媒体就传出了这样的风声,但我们认为这种风声是有可能的这次会谈,就像邓小平跟卡特总统的秘密会谈,是一样的。 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一样的,美国可能连俄制华已经把中国作为敌人了,美国要对付你这边是台湾,那边就是苏联把俄罗斯拿过来,跟俄罗斯联合起来,搞你朝鲜就更不用说了。 已经被特朗普川普很大程度上拉走了,朝鲜抨击美国取消蓬佩奥访问美国,突然取消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平壤后,朝鲜官方媒体8月26日星期天,对美国发出自美朝峰会以来最为严厉的抨击。 官方的劳动新闻星期天,发表评论,借助日美军的一次军事训练,未由头抨击说,这是美国针对将其不正当而强盗性的先无核化,图谋失败的情况下,话要发动新潮战争,是玷污对话气氛,阿波罗网森瑞后报道。